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實在中國內幕節目,我是魚童 3月5日下午,習近平參加了內幕古代表團審議 習近平2020年9月在聯合國大會上承諾 要實現國內2030年前探達方,206年前探中和的目標 但是在中共的體制下,依然是做什麼、探什麼 因此習近平再度在內幕古代表團強調 實現雙探目標,不能夠脫離實際、急於求成、搞運動式降碳、踩急煞車 不能夠手裡吃飯的家伙先扔掉,結果新的吃飯家伙盡未拿到手 這樣不行 不過中共的這些官員,似乎除了搞運動、除了雜貨、正義北京的事 真是不會做,也不是因為這些官員不聰明 而是因為他們不是老百姓選出來的,都是所謂的上級指令 因此如何奉迎上意,如何漏蘇帕馬就成功發財的秘靜 那一個官員,怎會考慮老百姓的死活 因此不管習近平多麼頭痛,這些官員絕對不會讓他失望 保證是做什麼、責什麼 據中共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在這裡還選用一個故事進行左說明 孫中山竟然說過一個有趣的故事,諷刺一些人 有一個做故事的,平時拿筋竹桿和人家搬野 有一天買了一張彩票,將彩票藏在竹桿裡 突然發現自己的號碼中了頭獎 一高興就把竹桿丟下江去了 心想這輩子再也不用做這種苦力了 結果到另一整處才發現彩票已經隨著竹桿丟下江了 那就是竹南打水一長空 大陸的朋友可能不了解這個故事 但是很多台灣朋友一聽就知道 這就是孫中山先生在三文主義中所說的 習近平作為中共的總書記 竟然了解孫中山先生說的這個故事 不知道他是否記得 孫中山先生曾經和蘇聯發表共同宣言 明確指信共產主義不能引用於中國 1923年1月26日 孫中山先生與當時的蘇聯外交部副部長月威 發表共同宣言 宣言第一條就說 孫日仙博士以為 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安制度 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 因中國並無可思此看共產主義或蘇維安制度 可以公知情仍存在 孫中山先生在三文主義中還有這樣一段說 天生的我們四萬萬人能夠保存到今天 是天從前不想望中國 將來如果中國忘了 最惡事在我們自己 我們就是將來世界上的罪人 天氣負責重任於中國人 如果中國人不自害 是為逆天 所以中國獨自來的地位 我們是有責任可負的 如果將這段話中的中國 換成台灣 或許對於今日的台灣人 仍豪有啟發 讓我們來看看 上天如何建故台灣 六世紀葡萄牙航海員軟跳時發現台灣 他們被這個島的自然奇景級震懾著 就好像發現西海桃園一樣驚呼 好美麗的島 因此世界知道了 亞洲有個名叫福爾摩沙的台灣島 然而這座福爾摩沙 不單止美麗 還充滿神秘 關鍵評論網站在一篇文章中 有這麼一段驚人的描述 草有草根 樹有樹根 連山都有山根 由中央大學主導的兩項 國際合作計劃發現 台灣島的面積雖少 但中央山脈第一人卻有著非常深厚的山根 和北美洲西部綿延四千五百公里的 洛基沙漠之山根合接近 比華跨歐洲多國的亞爾卑斯山之山根更深 以台灣這麼小的面積 這麼深厚的山根顯示 這裡的造山運動非常激烈 還可從另一項發現提出 台灣的山根並不是在中央山脈最高層的地方 而是往西邊偏了十幾公里 研究團隊認為 這是因為板塊劑壓 與造山的過程太激烈 撞出山根才會是歪的 或是因為能量異常強烈 因此台灣才會有如此激烈的造山運動 台灣大紀元2005年的一篇報道 從一個側面證實這一點 亦更為台灣增添了神秘色彩 荷蘭生物科加勒柏 屬於貪汁地與能量文明國際 2005年它應邀來台 通行過日國際巡迴之類的第十一站 經過年一來測試北台灣 包括陽明山、竹子湖等地 以來發現台灣土地所指揮的驚人能量 約居它所測試國家的第一位 大安森林公園拆到五千米 地獄能量好 榮升花園亦一樣 有高能量不斷釋放 最驚人的還有南港公園 居然混合一萬六千米 阿伯好阿爾 它在加坑荷蘭測得的能量值半徑是兩千五百米 美國薩德納士是四千米 但陽明山上竹子湖 及新竹不破一處有機農場的能量值 半徑僅高達五千五百米 遠高於它所從事研究的德國、比利時、東非秘魯、 麥西國、波多尼國等十個國家 至於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園 龍山之地測得了三千多米能量值 野樓女王頭旁更差得最高層次的能量 中國人風水師使用的羅本 到南港公園測試的結果居然一樣 中國地理風水協會理事長張玉措 羅本在此搖晃的就是不一樣 羅本只要感受到能量 要來要去 這塊能量旺的地方 就靠近公園南球場那塊草地 如此強大的能量場 似乎可以解釋在台灣發生的 一次一次神奇的事件 1949年國共內戰後 共民黨政府撤退到台灣 然而危機並沒有消除 中共軍隊隨時有可能到海進攻台灣 就在這個時刻 1950年6月25日 航戰突然爆發 形勢頓時大變 兩天後 6月27日 美國總統杜魯門宣布 第七艦隊協防台灣 壓制對台灣的任何攻擊 7月 美國第七艦隊司令史書波結建長解釋 雙談加藥雙方聯繫事宜 8月 美國第十三艦隊駐台協防 1951年 美國進一步簽訂聯防護助協定 美軍開始駐紮台灣 可以說 為其三年的航戰 決定了亞太地區新的戰略軍勢 更重要的是 亦挽救了台灣的命運 台灣歷史學者葛廷爾 曾在近代中國史網一書裡提到 航戰之於國民黨 有如西安事變之於共產黨 航戰救了中華民國 或者更準確地說 航戰救了台灣 不止於讓這座美麗的寶島陷於中共之手 如果航戰救了台灣 那麼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就是用無數趕入的鮮血和生命 為兩千多萬台灣人想作最真實、最殘酷的一幕 中共的一國兩制 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 2019年上半年開始 數百萬的香港抗議者走上街頭 向北京公開要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這一幕震驚了世界 一海之隔的台灣 亦不斷有民眾聚集起來聲援香港 拒絕一宗反對和平協議 想清明台灣人及旅居台灣的香港人 2019年6月16日 新穿黑衣在台北告負口號 聲援香港的反送中示威遊行 並譴責港府暴力震落 要求港府接回修訂逃犯條例組案 香港的反送中遊行 亦使得一國兩制在台灣成為焦點 總統蔡英文等多名政府官員 重新反對一國兩制 美國在台協會前理事主席 北瑞智6月17日表示 香港抗爭再次向台灣人民證明 一國兩制在台灣行不通 且更強化這件事情 台灣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奴義忠 向BBC中文台表示 香港的狀態會使台灣人的心 離中共國越來越遠 他觀察香港反送中事件 使台灣人更抗拒一國兩制 說好的五十年不變 他在二十多年間製有魚子彈的變化 香港人看待一國兩制 就滿月包著唐衣的毒藥 在反送中運動中 有好多香港人拼盡全力向台灣人高喊 一國兩制我們只能視運一次 這個無數香港人用生命 作為台灣人做出的示範 而就在剛剛發生的俄羅斯入侵烏蘭戰爭 更是用活生生的事例 告訴台灣人 自助者天作之 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蘭後 烏蘭總統質疑時機在當日午夜 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說 我們被遺棄 雖顧穩分之地保衛我們的國家 誰會與我們並肩作戰 我看不到任何人 誰會保證烏蘭可以加日不約 所有人都害怕 這段話說他引起了一些台灣人的共鳴 他們可能亦會想 是呀 如果中共要來攻打台灣 如果到時每日與我們並肩作戰 如果孤立無援 那我們怎樣辦 然而 人們看到烏蘭在絕境之中 上至總統、下至父女 他們沒有投降、沒有崩潰 而是紛紛拿起武器 保護自己的家園 靠使他們用自己真實的行動 告訴全世界 我們愛自己的國家 在危難的時刻 既然無人可靠 感受自己 在籠籠的炮聲中 在苦苦的滋生下 事情漸漸地發生了變化 越來越多國家被烏克蘭感動 越來越多國家開始向烏克蘭伸出援手 雖然我們並不知將來會發生什麼 但看上去似乎他們挺過了最艱難的時期 如果說香港人用先烈為台灣示範了 一國兩制的真相 就是一場恐怖的謊言 那麼火難人 就是用生命為台灣演示 自助者天助之 要靠自己來守護美德的家園 更何況最近美國高級瘟事與安全代表團 以及前國務卿蓬佩奧接連來訪 向台灣表達強有力的支持 也是在警告中共不要誤判 回顧上面的三台大戲 有一天想起龍袖在美麗台灣上空的神秘能量 也更想起孫中山先生的那段話 請你在讀這段話時將中國換成台灣 他說 天生的我們四萬萬人能夠保存到今日 是天從前不想望中國 將來如果中國忘了 最好是在我們自己 我們就是將來世界上的罪人 天記附託重任於中國人 如果中國人不自愛 是為逆天 所以中國到這個地位 我們是有責任可負的 台灣之所以望上天如此堅固 可能真是因為承載著上天託父的重任 2021年10月9日 習近平在紀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會發表對台談話 引用了孫中山先生所說的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蕩 信之得槍 亦之爭亡》 引發外界關注 因為孫中山先生是這裏所稱的 《世界潮流浩浩子騎政治民主化》 習近平在這裏引用這段名言 根據一種沉譽 預示著逆世的自由民主大潮的中共 注定要走向滅亡 或許到了那個時候 台灣承擔的重任終章展現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個節目 請來點讚、分享、新來的朋友 請不要忘記點擊、訂閱、按鈕 並打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精彩節目了 以上是今天的中國內幕節目 感謝你的收看 再會 我愛你 啊 我愛你 我愛你 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為何我愛你